刚刚讲的这件事情的话 那我应该如何写出对应的程式 不然的话变成还是一样要涂法练钢 那当然这个程式的部分 其实也没有所谓的一定要怎么写 因为有的时候你想到的方向 如果跟我不一样 写出来程式可能也会不尽相同 那只是说我把我可能做的过程 跟各位说明一下 那首先第一个 如果我今天希望 应该可以知道这个原理原则 就是说这个要放在这里 然后底下的东西要放在这边 然后再把这个线式 让它自动可以复制到下面 OK大概是这样原理原则 可是要怎么判断 其实是比较麻烦的 那我一般的习惯是 我先决定说我要处理的资料 范围在哪里 所以第一个一样 在底下先写一个 叫做邮递区号合并的一个 一个Sub 上面名称不能一样 所以输入一个2 邮递区号合并2 Enter 那再来的话呢 我如果今天希望做到刚刚讲的 第一个我需要给一个范围 范围是从哪边 从理论上是从第一列到最下面一列 所以理论上因为我们是循序下来的 所以理论上会先写一个FOR回圈 FOR回圈的话呢 跟他讲说 FORI等于第几列 各位可以看到 从第一列 到哪一列呢 当然你如果Ctrl向下的话 Ctrl向下是389 可是当然如果你假设觉得打个389 假设将来资料会变动的话 你可以用追踪的啦 追踪的话就是上面这个啦 有没有 就是Range A1.end 刮弧 其实或者是说你偷懒 其实你可以拿这个来复制贴过来 这样也可以啦 然后Enter两项 打一个NAS 这样就OK了 那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从第一列一直跑到下面去 那接下来他就会去抓资料 那抓资料的话会有个问题 那我要怎么知道 这个是要放在哪个位置 是D栏呢 还是E栏呢 还是F栏呢 所以这边的话实际上会需要有个判断 什么判断 就是说 我先抓那个 所以你可以看到 县市跟行政区 还有LV区号 有哪些差别 那你就把那个差异抓出来 那这做逻辑判断 什么差异呢 你会发现 如果是县市的话 它的 右边好像是空白 有没有 OK理论上啦 那目前看到是这样子 那所以我们假设现在看到你就可以做逻辑判断 如果EF 所以 一般习惯 假如说你要处理资料 通常 会 在回圈里面放逻辑判断 那判断开头也是IF 后面空一格就是它的条件 如果 这个 B欄的资料是空的 B欄那就是哪一列的B欄 Sales 所以一样 一样先列 第i列的B欄 那一般习惯是打这样 逗点 打个B 你可以打个2 不过有的时候B2 跟那个 后面打2 这样好像比较好理解 所以我的习惯 如果不是特别 一定要针对蓝 像刚刚那个是一定针对蓝 做 变数的话 那我一律 打成文字 会比较好阅读 OK 所以B欄 如果 B欄里面是空的 那空的就这样子 如果B欄是空的 所以 它同一列的B欄是空间 然后 做什么 然后做什么就打了一下 理论上习惯会打一个N的F 有头就会有尾 所以 习惯先打头跟尾 然后我们做什么 把它的这个call到这里 OK 那call的话特别注意 你要call的来源写后面 目的写前面 所以我要call到哪里 call到这里 这个储存格 怎么叫我比较好 你可以用RangeD2 不过它会往下 所以用Sales 比较好 因为将来 这个数字会变动 那当然你可以先打个2 逗点 后面的话是D D2 等于什么呢 等于这个储存 这个储存格其实就是 Sales ID的A欄 所以其实拿这个来 来复制就可以了 复制过来改个A 就可以了 OK 那它这样的话 就会帮我把它call过来 可是 会有个问题 那如果再来呢 OK 还有就是说呢 如果这个2 以后都写到D2 那会有个问题 那之后再抓到的不就盖过去了 所以 我们需要把这个2 变成一个 所谓的变数 那这个变数的话呢 会随着 如果他写入一个资料之后 会加1 加1是向下 OK 所以我这边我多一个变数叫K 我习惯在上面加个K K等于2 意思就是 这个K主要的用途就是说 我要写到目的的哪一列 预设等于第2列 然后我这边把它改成K 这样就是 先帮我call过来 那后面要加1 不用加1 因为 这个call过来旁边还要再放中正区跟100 所以喔 然后再来else 反思 所以中间你请你加一个l else就是说 如果这边是空的 做这件事情 反思 反思如果这边 比如说他在下一个 for i 等于1的时候做这些 那for i 等于2的话 他 b 栏意有没有空的 没有空的 所以没有空的怎么办呢 帮我把 他的a跟b call到哪里呢 call到1跟f 这个call到1跟f call的方式当然你可以用range 或者是 你用两个储存格写两行也可以 那写的方法就记得 你要call过去的写前面 就是目的写前面 中间加个等号 后面就是 我们要call的资料 所以 我先把这个call到这边 那这里的话 指的是哪里 这个指的是 你可以用range 或者你可以用sales 我用sales 这个储存格的话是第几列呢 一样是k列 的e栏 等于什么呢 等于这个 这个是一样跟上面这一样 这个的a栏 所以把这个call过来 然后底下的话 后面邮递区号call到f 所以拿这个来复制好了 这边改成f 这边改成b 好那理论上 这样的话第1阶段应该就ok 不过 是不是会成功 不知道 不过你可以一边试一边改 那我的习惯是一样 按f8 有没有 你先跑跑看 第一个 先call过来看看有没有问题 这个是台北市 帮我call到第2 没错 OK 然后跳过来 第2列就是中正区跟100 那他这个 b栏的这个位置有没有空 没有没有就跳哪里 else 这个else 然后帮我把 他的a栏call到e b栏call到f 看看好不好 OK 但是问题来了 在下一个 在下一个应该也是这样 可是你会发现 如果在他这个地方 他 大同区103 他一样会call到这边来 对不对 他把他盖掉了 所以 这边应该是在 这一行的下方 需要再多一个东西 就是让k 再加1 因为如果你k没有加1 他一直在第2列 不对所以这边一定要这样 k 等于k加1 那意思 如果中正区已经放进去 大同区就放在下一列 不然的话如果一直维持在2 那不对一直盖 那只有第2列而已 没有别的 OK 那把它停掉 再来一次 所以第1个一样是 台北 然后这个是中正区 跟100 没问题 再来的话 加1的嘛 所以应该是第3列 OK 那 再来的话一样call 这边call大同区 这边call 这个103 但会有个问题 那他前面没有 所以怎么办呢 其实有个办法 变成说你可能还是要做一个逻辑判断 也就是说 假设当他的前面这一栏 是空的 那我们就再补他一个 补他上面这个 所以我在这边 会在这里再加一个逻辑判断 如果 如果 if if什么呢 他同一列 所以k 这什么 这个k列的 什么呢 d栏 有没有 他如果是空的 等于空的 有没有 然后我就补一个 then 一样end if 我习惯这样头尾先挡 那我就把什么呢 把上面这个补下来 上面这个怎么补下来 就是把他的这个 这个 OK 补到这里 他里面等于什么 等于 他上面那一列 那列的话是由k去决定 所以把上一列减1就可以了 那意思就是说 我把什么呢 我把那个 所以我把这个层次拉上来 让他倒车一下 好那你可以看到 他的这个栏里面是不是空的 应该是4 所以 这个结果应该为true true的话 这边是空的 那我就是做什么 把他的上一 上一个储存格 减1 上一列的同一栏的储存格 资料call下来 OK 这样call下来 有了 所以 再来 刚刚这个call过了 这个 大同区 然后103 那再下一个 所以理论上这样应该就已经写好了 OK 所以 他是不是也空的 所以就补一个台北市 然后呢 再把那个中山区 跟 中山区 在104带过来 以此类推 所以用这样的方式的话 你会发现 他就分别 按照我们的 这个顺序 分别 就把他 这个 补上我们要的资料 所以 再全部把他跑完 那应该 理论上 看起来目前好像还没看到 不过 后面其实 好像有发现错误 不过怎么改 我们待会再看 所以这边的话 请各位先试试看 那这段程式嘛 我待会 也会把他放在 云端白板上面 那各位可以参考一下 画面再还给各位一下 谢谢大家